欢迎收看2021年香港大事回顾 这一年香港无论在经济、政治、民生上都有不少变化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港区国安法的实施 令到香港政治局面出现新形势 疫情持续,强制防疫措施仍然不可以松懈 市民生活未能够恢复如常 现在就等我们回顾香港踏入后抗疫时代的一些大事 要完成香港的选举制度 就是在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框架内堵塞有关法律漏洞 夏宝龙2月这番讲话 展开了香港政治制度改革的序幕 现在由工作人员宣读表辑结果 赞成2895票、弃权一票宣读完毕 通过 3月第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表决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大家不要忘记在这套制度里面 他很强调要有广泛代表性 他很强调的是要以整体利益为依归 无论他们对某种政治体制的看法是怎样 只要他满足、符合爱国者治港的爱国者资格 他都可以参选 到月底 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修订行政长官 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议案获得通过 为了赶级9月和12月举行的两个选举 立法会两个月内就通过2021年 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重案 怎样将议会变成清一色 怎样是有所谓的背景或者政治的审查之而此类 究竟我们在五年之后 还会不会有所谓的港人治港 选举制度改革之后 负责选出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 由原来的四个界别的1200人 扩大至五个界别 一共1500人 多个界别改为团体票 并且是取消原本 区议员所占的117席 立法会由原来的70个议席 增加到90席 不过地区直选就减少到剩下20席 特区政府增设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负责审查所有选举候选人的资格 9月的选举委员会选举 是选举改革之后的第一场选举 很多以前都没有机会 透过选举委员会来参与选举的界别 都在这次里面有一个参与的机会 这场选举也会为未来的另外两场选举 打好基础 40个界别分组只有13个有竞争 但是保险界和社福界要以抽签决定 最后一席的当选人 新思维的迪志远 也是唯一非建制派候选人 就幸运赢到社福界选委移植 最后结果 无论是因为我努力 或是幸运所致 我都进入了我们社福界的选委 但整个点票过程就惹来批评 大约4300多张选票花了接近14个小时才完成点票 选管会主席冯华事后致歉 可能有同时执行点票程序时不够灵活 欠缺弹性 而且遇到有问题 他没有即时寻求协助 第二场选举是12月举行的立法会缓届选举 警方调配过慢警力 拯保选举顺利进行 更加是第一次撤口岸投票站 今届地区直选有超过135万人投票 但投票率只是30.2% 较上一届低了28个百分点 在传统民主派缺席下 建制派大胜 总得票较上一届更加多出30多万票 非建制派在20席地区直选全军覆没 从政40年的逢检基再次落败 因为投票率太低 你看到每一个直选区两个议席被垄断 将来整个立法会也机会变成一言堂 90个议席中只有迪志愿在社福界功能界别 再次实现零的突破 成为立法会内唯一的非建制派议员 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 警方在一月展开大型的拘捕行动 拘捕多个民主派人士 说他们因为参与2020年的民主派初选 和提出揽炒十部局 涉嫌干犯国安法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警方强调初选并没有问题 问题是初选当选人承诺进入议会之后 否决财政预算案 企图逼使特首辞职 痰瘟香港政府 他的目标绝对不应该 是为了推翻政府的政权 阻害他的运作 有一个人开车去打劫 开车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后来去打劫 以为他做一件事 那就是犯法了 打劫银行 等同要几百万选民 一人一票投出来 去完成35家这个计划 那现在你是当什么 你当过几百万选民投票的 是一起去打劫银行 要是什么才行 警方最后正式起诉其中47个人 案件在3月首次提堂 大批市民到场声唤 警方加派军装警员戒备 法庭连续四天开庭处理保释程序 被告长时间没有办法疏离和进食 司法程序备受批评 除了15个获准保释外出的被告之外 其余32人一直还压至今 案件将会在2022年3月再提讯 7月底 首终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判刑 唐英杰煽动他人分裂国家和恐怖活动 罪名成立 一共判监9年 截至6月底 警方因为涉及港区国安法 拘捕过百人 而在今年 亦都有民主派人士离开香港 包括民主党副主席李永达 公民党的郭荣康 我们宣布教协解散 基金尚未达成任务 就要被逼停止运作 我们是深切遗憾 我在这里特别想和属会和香港人 说一声对不起 我们的职工盟 拆不下去了 支联会在未来 是不会再有组织名义的任何的立场 活动是会进行 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 多个历史悠久 大屡次被中央批评的工会 民间团体和政党 陆续宣布解散 包括违归之后 曾经多次发起大型游行的民阵 也发表声明宣布解散 各团体暗示或者明社 我觉得有来自政权的压力 遗憾的事 近年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急变 我们承受巨大的压力 但可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我们仍然找不到一个可行的方案 去化解今次的危机 8月 警方国安署说 支联会属于外国代理人 要求在14日限期内 交出成员资料和会议记录等等 支联会拒绝交出资料 警方在限期结束之后 拘捕了多个支联会常委 所以我们针对这些违法 或者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是不会因为一个组织停止了 就完结的 年底多间大学移走校内 纪念六四的物品 其中包括已经摆放在 港大24年的国商之柱 黎智英20年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之后 21年6月 警方首持法庭首领 搜查一传媒大楼 拘捕集团行政总裁张建雄等五个人 并同时冻结旗下三间公司 一共1800万资产 警方说苹果日报自从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 涉嫌串谋他人 刊登呼吁外国制裁中国 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的文章 并强调行动并不是针对传媒 我们只是针对了有一个机构 是违反了香港国安法的第29条 里面的条文里面 其实我们一向对新闻自由等等的东西 我们都是相当重视的 一传媒期后宣布 因应当前情况结束苹果日报 最后一份苹果日报 在6月24日发行 苹果网页和手机应用程式 社交媒体账户也同时停运 一传媒集团最终在7月1日起停止运作 并且在12月被高等法院颁令清盘 年底 警方国安处拘捕立场新闻六个现任 和前任高层 其中处任总编辑林兆彤 前总编辑钟佩权 连同立场注册公司 各被控署谋发布或复制煽动刊物罪 放箱放箱 上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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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场新闻一向都是做专业的新闻报导 无论是其他什么罪名 其他东西都不能够改变这个事实 立场新闻同日宣布停止运作 所有员工即时遣散 6100万元资产亦被保安局冻结 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 政府修例要求公职人员 包括区议员都需要宣誓 效忠基本法和特区政府 仪式在9月到10月分四次进行 不过有消息传出 如果宣誓被裁定无效的区议员 将会被要求上还已经发放的新金和津贴 每人涉及过百万元 除职有超过200个民主派区议员自行辞职 最后有55个民主派区议员 因为缺席宣誓或者是裁定宣誓无效 而被取消资格 389个民主派议员只剩下62人在任 在现届政府任期剩下大约只有一年的时候 政府高层进行了一次人事变动 今年6月底 原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被免去职务 由原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接任 原警务署署长邓炳强出任保安局局长 警务署副署长肖泽耶晋升为警务署署长 两个问责班子的新官员都是警队出身 被形容为中央肯定警队表现的结果 一个星期之后 铜鹅湾发生刺警案 七日当晚 50岁男人梁建辉持刀从后 刺向警员后背 最用刀刺向自己的心脏自杀 事后有市民到场悼念 网上也有人说 施杂者是烈士而致敬 警方批评是公然支持严重违法行为 7月7日 港大学生会评议会 为梁建辉默哀一分钟 事件遭到各界强烈谴责 国安署后来以涉嫌宣扬恐怖主义为由 拉了四个评议会成员 下一节会回复前扰全球大约两年的新冠疫情 仍然未有缓和的迹象 新一波的变种病毒已经开始却散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本地已经录得超过12000宗确诊 2110几宗死亡个案 不过来到2021年下半年 疫情占趋缓和 很多日录得本地零确诊 大众对疫症的心态由恐惧 慢慢过渡到以抗疫为常态 不过变种病毒接连出现 虽然打了第一针疫苗的人 已经达到七成 不过暂时似乎还未见到曙光 2021年年初 本港延续前一年第四波疫情 每日本地确诊个案都录得双位数增长 多众个案都和油尖旺区有关 为了切断传播链 政府决定在各区进行小区检测 不过几日之后情况没有改善 当局决定在各区范围再划出核心区 里面所有大厦 无论有没有出现个案 都需要强制检测 到了1月23日 指定检测区内仍然发现确诊个案 政府于是在凌晨挖出受限区域 区域内大约1万人要留在厕所 接受强制检测 这次是疫情以来首次围风进行社区检测 恒动力士44小时 找到13宗阳性个案 有住户批评围风做法是扰民 你们要我检测,围了它不要紧 我检测完,我成阴性 你是不是应该放我出去 你没理由要等那9千多人 那关我什么事 当时有居民趁围风前带行李走了 当局最后发现区内200多人 没有遵从强制检测令 这次要用到受限区域来进行检测 就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 大家都未知的时候 我们要求它进行检测 所以那个保密性是很重要的 但今次在那个消息的漏载 是有点不幸的 希望能够下次做到一个特杂式 保密程度是比较高的 政府之后因应疫情 将多个区域或者大限 纳入强制检测范围 更多次进行特杂式风区 5月因为变种病毒Delta杀入社区 当局将相关确诊者所住的大厦居民 送到检疫中心隔离 原定隔离21日的安排 后来改为检测结果情阴性 就可以离开 不少居民不满安排混乱 更加施难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感谢卡 即使政府密集式进行社区 或者是大厦检测 不过本港疫情仍然反复 曾经多次出现群组爆发 年初本港有建筑地盘 出现多个感染个案 中九龙干线 张军澳蓝田隧道 和机场三跑群组 累计超过100宗感染个案 2月底,K11苗斯亚明朝食馆发生超级传播 怀疑源头来自一个负责清洁的员工 两天就发现44宗确诊个案 3月,健身中心Ursus Venus 有员工和顾客确诊 当中联络240个曾经到访的顾客 之后发现155宗确诊 因应第四波疫情而收紧的社交距离措施 去到年初七才放宽 当时开始 处所负责人必须要求顾客用安心出行 或者登记个人资料记录行蹤 疫苗接种的计划是为全世界 当然包括香港 开启了一个走出疫境的机会 亦都可以说是大家奋斗了一年的抗疫工作 带来了一个曙光 疫情持续一年 世界各地政府开始为市民接种疫苗 而本港亦在2月底开始全港疫苗接种计划 政府分别与科兴和复兴医药 达成购买协议 为本港市民分别提供750万剂量的疫苗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局司局长 率先接种科兴新冠疫苗 政府我们现在批准的两只疫苗 都是安全、有品质保证和有效的 呼吁大家户籍户人齐打疫苗 而效益其实亦是大于风险的 计划开始初期 市民反应热烈 预约很快就额门 今次很开心、很舒服 和我一针口是一点不舒服都没有 会否推荐痴亲友 100% 完全告诉大家 没问题 不过计划开始不够一个星期 就有市民接种疫苗之后出现身体不适 或者是死亡的事件 当局期后设立保障基金 为接种疫苗后出现严重異常事件的市民 提供财政援助 直到11月底 基金一共接获595宗申请 87宗获批 合共发放1042万 虽然政府一再强调 死亡事件和接种疫苗 没有直接关系 不过始终 未能够进一步推高接种率 4月开始 政府以疫苗气泡为抗疫基础 调整社交距离措施 包括按食肆、员工接种疫苗情况 防宽食肆、每台人数和糖食时间 但到了5月底 疫苗接种率大约只有两成 政府推出全城启动 快打疫苗计划 推行第二阶段疫苗气泡 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又呼吁各界 包括商界推出措施 鼓励市民接种疫苗 商界随即响应 与政府部门一样 为员工提供针架 又推出打针奖赏 鼓励市民接种疫苗 有发展商送出一个 官堂价值千万的住宅单位 最后由一个 30岁岁的厨师重奖 到了8月 本港连续多日 本地零感染 政府说要建立抗疫屏障 要求所有政府雇员 医管局员工 安脑和残疾人士院舍员工 以及中小学 幼稚园和特殊学校的员工 都必须接种疫苗 否则需要自费检测 原定9月关闭的疫苗接种中心 就一再延长运作 10间中心会维持运作到 2022年3月底 政府之后又批准科兴疫苗 接种年龄下调至3岁 并优先安排12至17岁人士接种 11月底 疫苗开打271日之后 接种首剂市民大约470万 接种率终于达到七成 本港就一直坚守清零为抗疫目标 并期望以此为基础 早日和内地通关 年底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访港 视察本港的防控工作 政府强制市民进入政府场地 和食肆堂食 都必须用安心出行 12月 政府推出香港健康码 为通关做准备 直至12月中 已经有超过60万人注册港康码 但是变种病毒Omicron 全球急速扩散 到年底 本港录得超过80宗Omicron个案 政府即时收紧多项防疫措施 包括所有货机机组人员 返港之后 需要入住指定检疫酒店7日 另外 医管局1月2日起 重启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 500张病床 接受兴症或者没有病征的病人 政府又计划在农历新年之前 扩大疫苗气泡范围 所有表列处所 好像是食肆 健身中心和气院等 进入的市民必须要打了一针疫苗 员工也需要在指定限期之前 完成接种疫苗 用最高规格的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一些防控策略 亦都希望达至动态清零 务求将这个火灭射 亦都是为通关创造有利条件 因为疫情而延期一年的东京的运 顺利举行 全港市民都一起为运动员股掌欢呼 对,香港赢了一金、两银三桶 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 仍然受到疫情影响的香港打打气 为了刺激经济复苏 政府派五千元消费券 商场食肆都逼满人 不少近这一两年都停办的大型活动 再次举行 可算是逐步回復正轨 疫情持续 年初的时候本港经济未见到曙光 公司不时出现财源和结业 一月东营游遣散120个导游 占公司整体人手2成5 3月开业36年的UA器员全线结业 遣散过百个员工 第一季本港失业率仍然高期 达到6.8% 分期发放总额五千元的电子消费券 政府为了振兴经济 继2020年一万元现金计划之后 再次向18岁或以上的人 派发五千元消费券 不过和以往的方法不同 消费券首次以电子形式支付 市民需要以电子应用程式登记录 最直接当然是直接派钱 对不对 也不用省很多手续费 也有很多老人家可能本身没有 AliPay或PayMe那些 他们又怎样呢 到了7月开始正式登记 除了网上系统一度擠塞之外 有市民拿登记表格出现混乱 跑队不要银行 不用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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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8月 市民终于可以透过电子支付平台 拿到第一期消费券二千元 如果政府派到五千元 我们更加开心 但是说真的 有五千元我们也很满足 两千元都是买鞋、买衣服的那些 如果没有消费券应该也不会买的 不过部分的书面申请者 在9月1日不可以成功拿到消费券 一度逼满消费券计划秘书处 你怎么这么多人等都没有 这些都没有 我们都签了 名字都签了 为什么没有呢 学过一次 一人一万元 打到布施就最好了 是不是 搞到今天这么麻烦 派发消费券的8月和10月 对本港经济带来刺激作用 零售销售按年增长12% 市民消费意欲大增 香港两大主题乐园 迪士尼乐园和海洋公园 年内重开 假日都人头涌涌 不过对两大乐园的收入 都无补于是 迪士尼乐园 在2020年录得 26亿6千万的亏损 以一年2月正式重开之后 度假区行政总裁 莫伟霆期望早日通关 增加乐园游客和提升消费 曾经面对财困问题 需要政府补助的海洋公园 更加需要进行大转型 未来不再以主题乐园形式营棍 可以免费入场 设施逐项收费 到了9月底 水上乐园开幕 算是为海洋公园带来一阵热潮 不过说到转型 酒店业可以说是危中有机 广港旅客大减 不少酒店都推出本地度假一位 虽然出租率难以与疫情前比较 但比前一年显著回升 曾经一度因为疫情而受到牵连的 游轮业也开始复办 不过只可以出公海 而不可以上岸 我觉得安全够在陆地 因为全部的人全部都打了针 那你陆地去餐厅吃东西 不是个人都打了针 不是个人都做过检测 停办了一年的书展也复办 入场人数上限八成半 第一日人流和气氛 明显比过去几届冷清 七日来一共录得83万人次入场 因为疫情停泛一年的香港马拉松 十月的时候再开跑 不过人数大约只有一万八千人 也没有海外跑手参加 工展会再次在维园举行 又看到市民跑着去抢心头号的画面 虽然入场人数设限 又不可以试食 不过主办单位对萧晴充满信心 期待可以回复在疫情之前的水平 吸引百万的市民 来到我们维园这里来消费 可否创造到有十亿的生意额 维港渡海泳停办两年之后 今次吸引到大约1200人参加 而赛事亦规划了新路线 荣首由关仔金梓京广场公众码头出发 游去尖沙咀星光大道 经济渐渐有起色 多项关乎民生的法案 亦都在立法会内获得通过 我宣布议案获得通过 今届坐任的42位议员一共通过46项政府法案 比过去每年平均多出一倍以上 其中包括酝酿多年的都市固体费物收费修定条例草案 终于有望实施 日后市民放家居垃圾需要买指定的垃圾袋 工商垃圾就以重量来计算 另外有关管制劏房租金的 业主与租客修订条例草案都获得通过 规定劏房租户设有2加2四年租住权 加租幅度不可以超过10% 但就不设起始租金 同样争议多年的2021医生注册修定条例草案 亦都正式落实推行 未来会放宽海外医生可以免除考试途径来香港 经五年在公营医院实习之后特别注册 不要让香港这些少数的医医商围 害怕人抢他的生意 并不像某位医员所说怕被抢饭碗 政府面对医疗体制的问题 不但无追本索源对症下药 反而一手摧毁行之有效的考试制度 罔顾病人福祉 条例草案并非是指在取替 现时的执业资格市的制度 而是在确保医生的质素的前提下 新增一条路径 让合资格的非本地培训医生来港在公营医疗系统服务 以扩大我们的医生货 立法会办事效率大大提高 同时又批出三千多亿开支撥款 创9年新高 11月一个附警帮渔户处深夜在北角捕捉 闯入民居停车场的野猪的时候被咬伤 野猪之后在围捕的时候由高处堕下身亡 事发之后 渔户处更改变过往野猪注育放轨政策 决定捕捉和人道毁灭在市区出没的野猪 渔户处的灭猪行动引起动物保护团体不满 我们反对人道毁灭野猪 渔户处的受医 工作人员听听懂 你学出来的专业用码枪 不是用来人道毁灭失明 但是野猪闯入民居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 甚至有外卖员被野猪咬伤 正如你不斟针肉就不会很痛 有时有些人说 这些野猪动物不可以杀 但是如果你对市民有伤害 到你的想法是不同的 沙田大冲桥路发生致命车祸 小巴司机当场死亡 另外至少七人受伤 一辆的士在大埔广幅道 越线繞过前车 再铲上安全岛 酿成两死七伤 司机避控危险驾驶 导致他人死亡罪 跑马地落泊道一幅巨型床架 怀疑受天雨影响倒塌 造成一死一伤 一列港岛线列车车门松脱 停在铜锣湾站月台 意外在下班繁忙时间发生 造成港岛交通大制伤 中环一辆私家车 怀疑未拉好手制 留后铲上行人路 造成一死七伤 大婴山小河湾污水处理厂 四个工人跌落沙井 造成一死三伤 一个月之后 又发生同类的工业意外 赤立角两个地盘工人 在污水井吸入沼气昏迷 抢救后不治 另外三个人不舒服宋远 今年有两项延误了很久的 公共设施双击启用 分别是港铁团马线 和M家博物馆 市民反应热烈 开放第一天 就有大批市民来排队 不过轮后公屋的时间 就越来越长 这个不是市民想见到的 甚至中央官员都多次发现 希望政府解决香港住屋难的问题 英国政府一月底 维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叫BNO的港人 推出移民英国签证计划 港澳办强烈谴责 说这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冒犯 英方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特区政府因应中央的反制措施 不再承认英国国民 活乎海外护照 作为有效旅行证件或身份证明 或者身份证明 七月的时候 英国向港人提供的特许入境许可 LOTR安排即将戒门 不少港人在限期前出发 机场中的登机柜位 少有这样出现排队人狼 真是很不开心 因为孙儿子都去了外国 香港容易见面 去了外国 是不是搭飞机 你破机票回来都十几个小时 工作上都没有铺牌 到时去到才算 英国跟香港 以前的港体制一样 教育都很接近 我觉得问题不大 根据英国内政部数字 2021年1月至9月 港人透过BNO申请 移居英国的申请有近9万宗 已经获批申请有76,000宗 资金局年报显示 以永久离港为由 拿回强积金的个案 有2万5,000宗 金额达到66亿 移民潮的影响逐渐浮现 根据教育局数字 7月至10月 公营中小学流失近5,000人 而中学校长会 与中大几项问卷调查发现 每间中学平均有 大约7个老师来职 欢迎各位 1、2、3 团马赛开通 这一年 连接团门和乌铐沙的团马线 全线正式通车 新车站、宋王台站和土瓜环站 也启用 那时我自己想的 团马开通 真的很兴奋 就是这样 可以形容我这一刻的心情 住在土瓜环区内的市民说 期待了很久 是不是很漂亮 今天很开心 这里很开心 等了四十几年 团马线是属于超资延五的沙中线工程项目之一 是本港最长和最多车站的铁路线 同属沙中线工程的东铁线过海段 通车时间不断延后 港铁预计要到2022年6至7月才通车 另一个备受触目的是西九文化区核心项目之一 M家博物馆正式开幕 是亚洲最大的现代和当代视角文化博物馆之一 筹备超过15年的M家 开幕第一日超过一万人入场参观 不过藏品就曾经引起争议 但是为什么我们用了这么多公帑 用了这么多人力物力去打造的西九文化区 要摆放一些疑似是违反国安法 侮辱我们国家尊严的艺术品呢 其中一项有争议的艺术品 是艾未未以天安门广场作为背景 有粗口手势的作品 最终没有展出道 我们现在只是要进一步审视 所以是有一个过程的 所以请大家不要当现在看不到 我们认为是犯法 因为这个是错的 而西九文化区的另一重点项目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就预计2022年年终开幕 不过居住问题始终最受关注 先有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说 希望告别劏房和龙屋 再有中央驻港官员 亲自落区探访 我曾经出过龙房 但是耳闻不如目睹 你说20万人的制度条件 住房问题 最大的民生的情况 多个司局长 随即在第二天马上走访各区 了解基层市民生活 不过房屋供应始终是香港的长远问题 未能够一时解决 政府12月公布数字 轮后公屋的申请超过25万宗 而本港私楼楼价 在逆市下似乎未受到影响 楼价一再破顶 一手楼注册超过16000宗 比前年多近一成 政府年内提出多项措施 加快楼宇供应 房委会拍板 清拆四栋政府公下 改建为供应房屋 预计提供4200个单位 最快在2031年建成 大坑西村就获城规会开绿灯 展开重建工作 预计在2027年 可以提供超过3300个单位 其中1300个 从自然有居民 2000个就将会做首字盘 即使政府说 已经找到足够的土地 应付未来10年 兴建公营房屋的需求 但现在公屋轮后时间是5.9年 最快要去到2026年 等大规模公屋村落城之后 才有可能缩短轮后时间 还等着上楼 政府就首次为1万个 合资格公屋轮后人士 发放现金津贴 政府在2018年 启动的过渡性房屋出租计划 在过去一年 经常出现在房屋议题上 这行计划为长时间 轮后公屋的港人 提供一个改善居住环境的机会 在年中 大型过渡房屋项目陆续动工 包括可以提供大约2000个单位的 元朗江校围项目 和1800个单位的元朗东头和深村 年底 政府向新界社团联会批出超过5.7亿资助 在元朗錦田营运过渡房屋 预计可以提供大约1000个单位 另外 政府又向关外基金申请拨款33亿 租酒店和分馆做过渡房屋 现时营运大约2000个单位 主要集中在九龙 大部分由现有住宅楼屋改建 部分就由校舍改建 到了10月施政报告发表 政府提出过渡性房屋 会增至二万个单位 并且有可能营运10年 过渡性房屋最多有更多 所以目标来说 会随着进度不断调整 在当下我们说是二万个过渡性房屋单位 我们是积极推进 到了我们找到足够的土地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也会适当把目标调整 10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发表今届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 报告的焦点 一是提出解决住屋问题的长远方案 二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 北部都会区是指在天水围 元朗和北区等已经发展的地区 以及即将落成的新市镇 额外开拓大约600公顷用地 建成一个250万人居住的都会区 这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之后 第一份由香港特区政府编制 在空间观念和策略思维上 跨越港深两地行政界线的策略和纲领 提到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支持香港 继续 国际金融中心 贸易中心 航运中心 地区 也 希望香港 可以直接对接国家的发展战略 为香港的发展 为国家的改革开放 我们构建发展的新科学 也是重力 2022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 并且会举行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 加上新立法会议员上任 政局会另有一番景象 而相信香港人最大的愿望 一定是早日脱下口罩 生活重回正轨 祝愿大家新一年身体健康 拜拜